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剖析无极正道玄妙经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将 圣士剖析欲由清静之静 欲由清静之静 欲由清静之静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个性 世人仔细观察 不论人类或动物都有个性 当事件发生时 雾命都会有不同反应 也就是说个性各自不同 对每件事的反应 其实是综合性的念头 从自心 环境乃至于素食种种 综合的念头储存在世海里 当与世界互动时 就会表现出来的态度 一言以蔽之就是个性 灵性寄居肉体 而肉体必须存活 所以要有欲望前进及生活 不过就因为要存活 也就制约了灵性 由其个性的发用各有不同 有前卫的 保守的 积极的 内敛的 不义而定 然则 原灵是需要这些阻碍及学习 又需要得以奔放有自由 所以个性便制约了灵性 欲由清静之静 由经典脉络而明善行激功 智德智人 但需怎么着手进行呢 放松即是 放松在时下是种奢求 每个世人都想放松 但就连婴儿都不容易办到 因为渴了饿了 嚎啕大哭 全身就是紧绷状态 又如何放松呢 专注是另一种一方 比如静坐 诵经 讲课 只要将心放在一个地方 不有旁骂 就可以从专注中求得放松 而行善求道 是令世人最能保持长久的放松情境 每人能有不同的个性 换句话说 每个原灵将士都有不同任务 才会有因应的个性形成 阻碍也好 前进动力也罢 世人都必须放下所有个性 才能精进道成 从中获得法喜 否则个性从中作梗 不是批判就是不能反思 久而久之 便在一样的轮回轨道上运行 终究不能超生 1. 本频道有课诵无极正道玄妙经 无极皇母唤醒天经之影片 望大家常念诵 落实道在生活 2. 这两部经典都是无极正道愿必修课程 也是人间成道的宝典 望大家可以落实 3. 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愿与五妙明正堂 此灵修愿正道者准与永托轮回 以回无极礼天 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超把与生前筑集 正道者是可以永托轮回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1.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源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2.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班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3.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世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4. 超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尽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级老母从无级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级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及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及往生弥勒净土 住及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赤拱横堂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赤拱横堂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赤拱横堂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赤拱横堂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赤拳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添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